今年已经是34岁了 他当时曾经和郭月华同场比过赛 不久前碰到了郭月华 郭月华也弹起了瓦尔德内尔 说那个时候看着他就 虽然是少年但是体现得很成熟 瓦尔德内尔在1996年是获得了欧洲锦标赛男单和男双的冠军 1989年和1997年世界锦标赛 和1992年的冠军战胜了孔灵辉是3比1 同时也战胜了马林 但是瓦尔德内尔的克星是刘国梁 我们观看这场比赛应该说 瓦尔德内尔是中国对研究最多的一个运动员 对他整个的习惯线路他的发球动作 包括他的习惯性的动作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那么作为孔灵辉也在近期不断的看瓦尔德内尔的录像带 他比赛的一些录像带 应该说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但是瓦尔德内尔被誉为是有个外号叫游击队长 就是说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一般人很难摸住他的规律 孔灵辉今年24岁 他在95年的市平赛的时候 一举成名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比赛开始 瓦尔德内尔发球 我们看到了瓦尔德内尔他的球呢 不紧不慢 但是落点非常好 孔灵辉同时还获得了16届世界杯男子单打的冠军 但是他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奥运会的冠军 而瓦尔德内尔呢 现在已经不缺了 他是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 三项冠军及一身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2 瓦尔德内尔第一轮发球呢 比较正常 是赢了三个输了两个 现在看看孔灵辉的第一轮发球怎么样 孔灵辉从发球上来说呢 没有瓦尔德内尔的威胁大 但是孔灵辉特别是反手的实力 要比瓦尔德内尔强 好的 反拉成功 瓦尔德内尔的更多的是靠变化 靠经验 3比4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呢 变化非常多 不仅仅是手法上 机球手法上变化 另外包括身体的动作上 也有很大变化 现在是侧身接发球 但是我们说了他的反手 不如 这个孔灵辉的反手呢 这个实力强 大家看 瓦尔德内尔是反手 拉了一板直线的弧拳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5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中国选手马林和金泽珠 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也已经打到了第二局 在第一局呢 马林是取得了胜利 第二局现在打到11平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6 还是瓦尔德内尔发球 大家看瓦尔德内尔这个拉球啊 隐蔽性非常强 好像是拉斜线 但是猛的一拐 变成直线 还带拐弯 7比6 我看到他这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刚才第一板是慢的 但是球挑到了孔灵辉的反手位 角度很大 然后突然一下加快 看瓦尔德内尔打球 就会感到这个游刃有余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7 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世纪大战 他们在世纪赛上相遇的机会不多 而且孔灵辉呢 一直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全面的运动员 也是和萨姆索诺夫被誉为是均衡型打法的代表 现在场上比赛呢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9 现在孔灵辉领先一分 我们介绍了 大家看这个落点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瓦尔德内尔打球 他就有这个特点 就是出人意料 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 44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他好像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每一个重点的球他都打得非常好 包括当时对中国选手延森的比赛 在刚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一局他基本不适应 但是很快就适应了延森 现在12比13 刚才看那个反守位直接拉直线 这是难度比较大的 现在12比15孔灵辉发球 孔灵辉发球抢攻的很凶 应该说孔灵辉今天在打法上 还是比较沉稳 但是瓦尔德内尔往往 跟他打球 就会感到他的变化非常多 现在场上比分是14比15 大家看刚才这个接发球呢 就是采取不规则的动作 现在场上比分是16比14 现在是第一局的比赛 瓦尔德内尔发球 发高抛球 好漂亮 我们看到孔灵辉是削了一板 削了一板以后 然后一个反拉 这个球非常关键 形成对拉 这样孔灵辉现在把比分追成了16比16 现在抢攻在前非常重要 因为进攻的一方将会占据主动 16比17 17平 大家看到了瓦尔德内尔在17平的时候 利用了一个发球 这板冲球呢 隐蔽性非常强 是拉了一个外斜线 这样的话呢 现在瓦尔德内尔是18比17 暂时领先 18 18 欧林辉现在也非常兴奋 大家看到了他不断的高声的呼喊 这也是说明状态比较好 因为他早就准备了这场球 现在19比19 现在马林对金泽珠的比赛已经进行了第二局 结果马林现在是2比0战时领先 现在对中国队的整个的事态非常有利 孔灵辉反手拉球拉空了 19比20 现在场上比分是20比20 现在瓦尔德尼尔发球 结果孔灵辉是压住了瓦尔德尼尔的反手 瓦尔德尼尔摆脱以后侧身抢了 因为这个球好像有点擦网 所以瓦尔德尼尔是伸出手示意 跟孔灵辉示意 这个球擦网 这个接发球打得很漂亮 它是一上来猛的一下切了底线长的 然后快速侧身抢拉 连续两板大力量 大家看这一板拉得也很凶 现在瓦尔德尼尔在第一局比赛里边就以22比20先胜了 第一局 观众朋友稍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瓦尔德尼尔 现在瓦尔德尼尔发球 来 孔灵辉反拉 二球没摩擦住 因为球和球拍的摩擦呢 是距离非常小的 稍微前一点后一点都不行 交球非常精细 孔灵辉吃发球 二比零 二比 续光瓦尔德尼尔是乒乓球的天才 但是在开车上却一直不过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驾驶执照 作为至今还独身的瓦尔德尼尔尔tao 的最大爱好呢 除了乒乓球以外 就是打高尔夫球 同时他对赛马也非常热衷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3 中央电视台曾经到瑞典 拍过一个瓦尔德内尔的专题 当时在访问他 小的时候的时候 有一个场面 就是瓦尔德内尔 当时在5岁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睡觉 他非要抓一个乒乓球 抓了乒乓球的时候就睡着了 所以这可以反映出 他在青少年时期 对乒乓球是非常热爱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4 现在孔灵辉落后2分 前两局双方是打成了1比1 现在瓦尔德内尔发球 连续抢冲 马尔德内尔是1965年10月3号出生 刚才看到刚才瓦尔德内尔的动作 就是巨高零下带弹的动作 翻手抢冲 现在9比5 瓦尔德内尔领先 瓦尔德内尔这轮发球 占据了明显优势 5比10 孔灵辉的发球和瓦尔德内尔相比 没有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一局 孔灵辉是以21比13取胜 6比4 6比4 7比4 7比4 在对打相持起来以后 瓦尔德内尔的反手位 明显的应该说 比孔灵辉要差一些 而且瓦尔德内尔一旦到反手以后 很可能他就开始退台 这个球孔灵辉要特别注意 就是他退后之后的撩起来的球 角度和落点都很刁 看起来很慢 但是实际不太好打 有时候容易失误 现在12比9 瓦尔德内尔上不拉直线 13比9 现在孔灵辉呢 现在破不了瓦尔德内尔的发球 所以我们可以感到 瓦尔德内尔一拿到发球权 马上比分就上来了 这说明他的发球威胁很大 现在场上比分是14比10 前两局双方打成一平 这场比赛胜者进前四 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姆索诺夫 还有对中国队威胁很大的金泽珠 都让中国小将马林给拉下了马 所以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瓦尔德内尔了 而中国队呢 现在非常希望的是得到这枚奖牌 就是男子单打的奖牌 因为这枚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自苦伦徽在四十三届时评赛 拿到了男子单打的冠军之后呢 现在到现在呢 已经是时隔了四年 那四十四届世界平凡球紧标赛 瓦尔德内尔获得了冠军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孔雷辉表现得很沉着 有一段呢 中国队出现了孔瓦症 就是一见了瓦尔德内尔就害怕 那么渐渐的随着一些运动员 在比赛中战胜瓦尔德内尔 那么运动员的这个心态呢 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孔雷辉这次可以说是憋着一口气 他是希望能够碰到抢手 现在尝尝比分是15比15 马尔德内尔在胸口吻的关系上 处理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他轻易的不使劲 而不加力 现在16比16 由于双方各胜一局 所以这个第三局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 如果谁拿下第三局2比1领先 第四局呢就比较好打 马尔德内尔发球呢变化很多 大家看到了他这个手腕的抖动 他引力性很强 那也应该说呢 马尔德内尔对世界乒乓球技术的贡献 也在于就是采取这种横板的直式发法 那当他呢 首先采取了这样比较有威胁的发球之后 其他运动员才接踵而来 刚才拉这个弧圈球 可以说是有一点变速 整个的这个手呢 就像一个圆圈一样 把这个球罩住 现在16比19 古林辉落后 他在比赛中表现出很多运动员 很多选手表现不出来的技术动作和想法 测切 这是孔林辉的专利技术 17比20 好的 18比20 古林辉落后应该说 今天一上来 就打得比较坚定 加马尔德尼尔是以21比18 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让他感觉到呢 很稳健 很充裕 这样的话呢 他就容易发挥 一终结束 一终结束 十一终结束 十一终结束 全身 终结束 一终结束 我会打得很耐心 现在场的比方2比3弯得点落后 3比4 现在我们看到瓦尔德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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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尔德纳反手突然的抢了 这样又打成6比6 因为在前三局里边 马尔德纳是以2比1战士领先 在第一局里边 马尔德纳是22比20先胜 第二局是13比21输给了孔灵辉 第三局是21比18 又拿下一局 现在双方进行的是第四局比赛 第四局 7 7-0 巴尔德纳尔今天打得很坚定 他特别注意了保护自己的反手 就是站住了以后 他很坚定的去打 所以这样的注意力 注意到反手以后 就会起到弥补不足的作用 现在8比7 孔灵辉现在采取 就是要打开调动他 毕竟巴尔德纳尔今天34岁了 就是9 现在尝尝比分是8比9 好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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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了 现在9比10 发球反拉成功 现在把比分追成了10比10 由于在前三局呢 瓦尔德纳尔是2比1领先 所以现在从心态上的瓦尔德纳尔呢 可能 因为他有一局 垫底 就是即使输了这局 他可以打成2比2 那么孔灵辉呢 就没有退路 大家看这就是瓦尔德纳尔的高明之处 当孔灵辉呢准备轻一点过渡一下的时候 他马上就能力量跟上去 大家看现在他比较稳健 现在11平 凡手位抢出 11个 现在孔灵辉提出来 就是自己的台子上呢 有点汗水 这样裁判员呢 给擦一擦 但是孔灵辉呢 应该说也是有备而来 今天呢 从一开始就兢兢业业 一分一分的争 孔灵辉的正手拉球和瓦尔德纳尔 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是都带有侧拐 拉球得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13比12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也进行了一场进入前四名的比赛 就是克罗地亚的选手 普里莫拉茨 对奥地利的选手 施拉格 现在比赛刚开始 第一局呢 奥地利选手施拉格 是以13比7领先 现在马尔德纳尔是以13比14落后一分 这球孔灵辉呢 又削了一百 大家看 这削球呢 往往是不规则的球 是意想不到的 这球玩得点失误的很可惜 看来这是一场恶战 很可能要打成2比2 现在马尔德纳尔发反手高抛 大家看到了反手高抛之后 紧接着就是反手一个直线的抢冲 这也是突然改变了一下戏路 所以孔灵辉呢 有些不适应 这也体现了 瓦尔德纳尔的变化 二板的跟进比一般的人快 所以有时候看着孔灵辉 好像特点不突出 但是呢 就觉得他老赢球 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二板和三板的节奏 之间的节奏比较快 再加上球很稳 不失误 所以给对方带来威胁 18比14 18比15 这一局 这玩意等着吃发球 已经吃了两个 现在孔灵辉是20比15领先 在后半段 孔灵辉打得非常成功 现在前三局呢 瓦尔德纳尔是2比1领先 刚才瓦尔德纳尔侧身以后呢 是一个虚晃 身体晃了一下 然后突然打一个外斜线 这都是他的打球的比较奥妙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动作呢 大家看这个动作呢 一晃紧接地向正手来了 并刚才的方向恰恰相反 17比20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18比20 这时候孔灵辉的压力呢 就比较大了 但是这时候球稳是不行的 结果侧身抢拉失误 尔德纳尔连追4分 19比20 好的 这球用得很大胆 孔灵辉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比0 首先由瓦尔德纳尔发球 这球可能是打到边上了 不太规则 1比0 好的 接发球抢出 孔灵辉现在也到了非常兴奋的状态 确实他等这场比赛 已经等了整整两年 2比 白短 白手前冲护圈球 没有拉到2比2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马尔德纳尔的发球对孔灵辉的威胁 也是发短的 在这样关键的比赛中 运动员要求心理素质非常的稳定 不受一时胜负的影响 不受环境的影响 还是短的 侧身抢拉 连续拉 大家看侧身抢拉反手 然后突然变正手 现在双方搓球都很刁钻 要不就摆得很短 要不就切得很长 而且动作非常快 4比4 马尔德纳尔推入中台 现在5比4 在这看马尔德纳尔的力量的变化 是非常明显的 他有时候轻挡挡落点 然后突然的发力 他就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 但是今天孔灵辉表现得非常出色 现在5比5 6比5 现在在发球上 确实瓦尔德纳尔比孔灵辉的发球威胁要大 所以当瓦尔德纳尔拿到发球权的时候 他往往就比较从容 现在7比5 另一发球连赢了3分 这是个运气球 大家看这一局第二轮的发球 他就连赢了4个 结果利用发球抢攻抢冲 然后连续攻连赢了5分 所以这一轮发球呢 发得不错 对孔灵辉呢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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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孔灵辉呢形成了比较大 现在7比10 8比10 8比10 8比11 现在普林辉落后 对孔灵辉呢形成了比较大 确实巴尔德内尔有的时候呢 你很难抓住他的弱点 大家看这个球 他封堵的非常及时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8 形式对孔灵辉很不利 现在13米18 弱到了 巴尔德内尔发球 现在孔灵辉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 处理好巴尔德内尔的发球 他在控制的时候呢 控制的不是很短 现在孔灵辉切长 孔灵辉也是在变化 如果摆不短的话 还不如给的长 就怕着半长不短的球 侧身抢了 这个接发球接的非常漂亮 现在14比10 好的 孔灵辉又一次大胆的接发球抢功 这样现在把比分追成了11比14 由于这是决胜局 所以还差3分 现在11比14 好 看来看 马尔德内尔这个接发球 常常是出人意料 猛的来一下 孔灵辉坚持压马尔德内尔的反手 但是马尔德内尔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强行侧身 12比15 好 发球抢中 这一轮孔灵辉用的发球 用的不错 好 这个球出人意料 马尔德内尔突然出了一个 近往的反手的高球 这孔灵辉没有想到 这孔灵辉没有想到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今天应该说孔灵辉打的比较 发挥的比较充分 只是说在发球这一轮上呢 他明显的吃亏 他对马尔德内尔的发球 现在处理的还不是很好 现在16比14 我们看到马尔德内尔呢 他这个变化很多 他看到了孔灵辉可能要侧身 这是有所准备 就知道孔灵辉侧身抢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反拉的准备 这个球打的有准备 打的很漂亮 这个说明他算计到了 18比14 18比15 18比15 应该说孔灵辉这个接发球 接的是比较成功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你搓的话 把马尔德内尔拉得更凶 而孔灵辉强行侧身把球拉起来 但仍然摆脱不了马尔德内尔的反拉 现在19比15 打到这个比分 对孔灵辉来讲就非常困难了 如果打到16比19的话呢 还有一定的希望 打到15比20 就非常难了 但今天客观的讲 孔灵辉今天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确实呢 这个马尔德内尔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技术呢比较全面 变化多 现在马尔德内尔就以21比15 取得了第5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3比2 战胜了孔灵辉 步入前4名 马尔德内尔今年已经34岁了 作为拼台上的长青术 他确实表现了很好的技术和经验 那孔灵辉呢 在面对着马尔德内尔这个抢手的情况下 今天呢打的比较震静 应该说水平发挥的也是不错的 只是在揭发球这个环节上 没有完 俄兰的安德霍芬向大家说大为第45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这也是中国队准备 准备最多的一个项目 也是励志夺杯的一个项目 也是中国队呢遇到困难最多的项目 现在我们看到马尔德内尔在战胜孔灵辉之后呢 现在已经步入半决赛 他的对手是马林 马林在这之前呢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因为我们本身感觉到了 李宗盛 今晚来我们看到马尔德的 我们下车的烦 我们下车的烦 如果我们下车的烦 一个小时的烦 我们下车的烦